臨近報稅年度完結 由銀行表示 更多年輕客戶 投保退稅三保之一的合資格延期年金 又說除了稅務扣緊 因此客戶更重視退休保障 王浩然報導 今個月底貨稅年度完結之前 有不少打工仔會選擇 投保合資格延期年金QDAP 希望省點稅 旗下保險業務 有推出QDAP產品的銀行表示 今年繼續有不少人趕搭尾班車投保 同時看到有更多年輕客戶購買延期年金 市況去年都非常波動 投資市場也大上大落 所以很多年輕客戶 做退休策劃時 都會選擇年金的產品 中高收入的年輕客戶會比較大 可能退稅的原因 另外我們看到一些 手機匯約的客戶 也有更多年輕客戶去投保 他又表示 購買QDAP的客戶較著更長期保障 相信短期市場高息環境 不會影響他們的投保意欲 我們看到今年延期年金的生意 比去年為高 短期的定期息率可能會近期比較高 但是也未必能夠 每年都可以在一個高息的環境去做 我們都看到不少客戶都會選擇一些年金的產品 因為能夠給到一個長年期的穩定收入 可以幫得到他們的退休生活 李健興表示 他們現有的QDAP客戶裡面 有超過一半選擇五年公款期計劃 40歲以下投保人每年平均保費超過5萬6千元 40歲以上就超過6萬5千元 銀行提醒有意購買QDAP的人士 要按個人風險承受能力 預期退休年齡和退休計劃等 簡選合適公款和提款年期 LTV記者王虹妍報導 經渡 APJOT B M 50 P T P AM